八十七 太陽報 夢閒話 頭暑記器價值顛倒 2015年7月18日自由港A28夢閒話 梗嚴值江西氣功大師王林因涉嫌綁架殺人案 前日在深圳被江西平鄉警方帶走調查 至此,這位兩年前就名聲熱臭的所謂大臣 終於結束了神仙日子 早在一三年,王林就因涉嫌非法持有槍支 涉嫌非法行醫等多項罪名 數次全民被調查,但令人不解的事 江西警方始終都稱證據不足 此次,王林卻有大師風範,真敢頂風硬相 據說大師花了五百萬故兇殺人 將弟子周某造調並投進了伯陽毆 王林是所謂的神人、與官員、明星等政商娛樂圈人士多有交集 新話寫說王林有超乎常人的能量 此種能量實則源於其經營多年的政商人墨圈 辦案人員透露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員副主任陳朗仲爭與王林打得火熱 此外,江西省政協員副主席宋神光 廣東省政協員主席朱明國、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元檢察長丁陰法 元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等貪官,也都與王林交情匪淺 新話寫如此說當真以偏概傳,和王林有來有往的 上述省部級官員指示一部分,有照片為證,王林最大的能耐 是擁有幾個政國級和副國級高官做背景,正是這些高官 為王林頭上增添了一圈神秘的光環,令到江西警方對他手足無躁 王林其實是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能看出所謂的中共高官 其實那咸有什麼為物主義者,那咸有什麼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的為心予為神秘,證實他們得不佩毀,也證實他們內心有茶波 讓的不踏實,而所以不踏實,可能並非因好事幹得不夠多 王林這面鏡子,也照出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 其實還狠低下,撤裂如斯的騙術居然能夠迷倒如此眾多的名人名聲和高官權神 並且居然弄到國家機器對他投鼠機器,這充分說明社會信仰倫喪和價值觀顛倒 王林終於倒下了,但誰又能保證將林和李林之類的大師不繼續存在? 王林終於